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次谈到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世间上的实相 跟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中间的差距有多大 告诉我们怎么去看所谓的苦、空、无常、无我 那跟我们按照文字的表面去看 产生了很多的误解 所以师父在佛陀本怀这本书里头 一再的就是要怎么讲 可以讲就是好像导正或者说扭转 我们被文字障碍住的这种认知 那现在再进一步来看 说甚至于佛陀对这许多人神宇宙的解说 在日后也都持续获得科学的印证 可以讲科学越是昌明越是发展 就越是证明佛陀所说的真理 是在科学之上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这科学是专门来印证佛法的 因为佛陀跟我们讲 但是我们凡夫肉眼 我们也没有天眼 看到整个 其实我们以前读书 讲到太阳系就不得了了 多少星球绕着太阳 就太阳系 现在才知道银河系 但你以为这都单一的吗 只有一个太阳系吗 像这些 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 师父帮我们提供的这些科学数据 是很厉害的 我本来想说 看能不能找到这种宇宙 这种星球 整个到银河系 整个宇宙这种视频 我后来看很多 各位请你自己去看 你只要打宇宙 银河系 这种星际关系 星球关系 这种资料很多 很容易找 所以我们还是看回来 在这个课文里头 说到 讲到说 说尽管如此 即使在佛灭 两千六百年后的今天 还有很多佛陀证悟的内容 连现代最先进的科学 仍无法完全揭开 佛陀告诉我们的 在不同的经典当中 讲到宇宙观 就是佛教的宇宙观 各位想想 这个是在两千六百 五六百年前 当时没有什么显微镜 更别提高倍的望远镜 高倍的显微镜 这些科技的产物 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当时佛陀在讲 所以有的时候佛陀用当时人类的语言 他尽可能的要表达给我们 可以好像稍微靠近那个理解 稍微接近一点点都不容易 甚至有的时候佛陀说他还是不要讲太多 不然他再讲更多 说有的人还会好像 那个意思好像是说 会有的人会发疯的 就是说会 精神上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这样子 所以佛陀就说 有些事情他是不需要讲 但是大概让我们知道 我们能理解的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宇宙 把这个星球看成是独一一个 或者是单独一个 这个你不要当他是这样子 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星球 这是佛陀来跟我们讲的 所以曾经有记者问师父 说大师啊 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我们的师父回答 很可爱的说 阿弥陀佛就是啊 因为此世界他世界嘛 就在西方极乐净土那里 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不是外星人吗 就是帮我们一下子就打破 也打开了 我们的那种思想的那个智库 智库就是好像很被限制住的 所以师父一句话就点破 看回来说例如 当初佛陀以智慧 正知世间的地球 如一颗阿摩罗果 今天的地球 不就如佛陀所说 是一个圆形的状态吗 不但是圆形的状态 各位如果你有到印度朝圣 其实阿摩罗果 因为佛陀在佛经中 曾经举例说 他看这个星球之间的关系 就如观掌中阿摩罗果 就像手上一颗阿摩罗果 它是圆形的 而且它上面有那个细的 一条一条的线 很像那个金度纬度那样子 很像 所以佛陀就用阿摩罗果 来形容 并不是说 它很神圣名贵的水果 其实不是 路边摊在卖的 你走到哪里 就常常就会看得到 好 所以当时就已经讲 是一个圆形 地球 是球形的 圆形的 但佛陀说过这句话的 之后的八九百年间 科学家齐利略也提出 地球是圆形的这个观点 却遭受到天主教会 部分人士的反对 并且呢 把他抓起来 就是行求 那总之 直到近百年后 才有牛顿 印证其学说的真实性 说佛陀悟道的智慧 透过科学家的研究 慢慢地才了解到一些 一般世间学问 想要赶上佛陀悟道的境界 恐怕还要相当的时间 确实是的 还要相当时间 这个 而且越发展就刚刚讲 这是印证 佛陀告诉我们的 只是说用现代的 借着科学的语言 然后让我们听懂 当然还有很多 我们科学的是听不懂 更不要说 佛陀讲说的 那是多么广泛的一个 这种真实的状态 我们凡夫 刚刚讲没有天眼通 你看不到整个的 这些状态 那佛陀告诉我们的 但时隔2500六百年 到现在一直一直在证明 各位学佛 千万不要再跟着人家讲 说这个很迷信 这个很古老 落伍 讲这种话的人 真的太迷信 也太落伍了吧 真的超越 他不但在科学之上 之前 科学是他其中的 一小小部分而已 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看佛教的宇宙观 佛陀告诉我们的 我们有太多 远远远远不能理解 总是师父提到 这个就是佛陀的智慧 他对于前面讲的 基本教育 苦空无常 这些真理 到现在 即便是用现在 谈科学的角度 再来看佛法 的这些看法 就像佛陀说 佛观一杯水 八万四千重 这一句话 说现在科学家 运用显微镜 观察水的情况 不就看到有 许多的微生物吗 那在科学 还没有发达以前 谁能说出 这种智慧的语言呢 除了佛陀之外 谁能呢 其实即便是现在 用显微镜去看 其实还是不究竟的 还有更多更多 是我们的 你不要说肉眼 就是你用 这些高倍的显微镜 再去放大 再去放大 继续去放大 还有的看 但这些呢 是佛陀会告诉 就告诉我们 那这个就像在 正法念初经里头 佛陀跟我们讲 说人的身体 各位想想看 那是 我还是要强调 2500 五六百年前 佛陀说 人的身体里面 有八十种类的虫 这个虫 就是动态的状态 在活动 你说它是各种的菌类吗 寄生虫吗 这些 其实我们讲分门别类 这个种类 用这样分 就是说它不是 就是一个 好像看到一个臭皮囊 有骨头 有皮肤 有肌肉 有血管 不是只有这样 里面还有很多 那这个要分门别类 我不晓得医学上 它分几门 几科 几类 但佛陀在经典中讲 八十 他讲了一个大约数 一个整数来说 所以真的是 还在那个2000多年前 一般的人看的人 就是一个 这样个体 但是佛陀就告诉我们 有四大因素 元素组合 里面有多少种类 然后这个是太奇妙了 然后再加上说 说这个手嫩眼睛里头也讲 鱼翼豪端 这个太有意思了 鱼翼豪端 片能寒寿十方国土 什么叫翼豪端 就你一根头发 一根汉毛好了 一根头发 豪端 豪本来是豪毛 就我们的身上一根毛吧 的顶端 那个尖端尖端 你眼睛看 我现在都还看不清楚了 那个一根毫毛的尖端 就可以含寿包含有十方国土 这个概念怎么去想 但是佛陀在经典里头 讲了很多超越 我们的凡夫的肉眼所见 认知所想 超越的 所以为什么讲不可思意 不可思不可意 不可思就超越你的想象 无法想象 不可意 各位看 意 言字边 你没办法去讲说 去讲出来 没办法讲 超越语言概念的 那个状态 叫不可思意 这个在形容 佛法中太多这类的 这种一多相应 大小互设的宇宙观 也被现代量子物理学家 所认同肯定 不但认同肯定 佩服佩服 其实量子力学 还解释不完 越解释 我曾经遇过一个 物理学系的 当时是研究生 准备要进修博士 跟他谈起来 他说 他 就是说 接触了一些宗教 但很快的 他这几个宗教 就 他用科学家的角度 就马上就 尽些不明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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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直到他碰到佛教 他说 他简直是 就拔不出来 他一直觉得 科学智商 他觉得他的学科是 可以推翻一切的宗教 没想到 他告诉我 他越学越害怕 他说 就是自己就觉得 哎呀 科学要被佛法推翻 我说 不用不用 不用推翻 没有要推翻 这个宇宙之中 他本来如此 不过是 你是科学家 你越来越 发现 原来佛法 包含一切 就是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只是发现而已 因为科学家 有时候讲发现 有时候讲发明 但是佛法这个东西 他慢慢看到了 我说 你就认识他就好了 没有谁 没有谁要去推翻谁 但实际上 他说 好像更印证了佛法 就是这样 好 那总是 后面 师父讲了一段话 讲 佛陀告诉我们 说佛教 泛指宇宙 他怎么 怎么 来看这个宇宙 宇宙就是一个 三千大千世界 他是 至大 无外 大大大大 他的边际在哪里 无外 你找不到那个最外面的那个边 无边 至大无外 至小无内 至小就是 我在 更小你 你讲到 就像这里讲的 我还是引用他的数据 就是说他再怎么小 最小的单位里头 还有最小 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他的宇宙观 就实际上 这个宇宙到底是 你怎么形容他 至大无外 至小 无内 内还有内 小还有小 这样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 意思就是 无量无边 无影无压的 根据现在科学家研究的结果证实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面积 好了 来看一看 这个宇宙观 地球够大了吧 我们绕一球 地球跑一圈 你看要多久 好 那这个但地球再大 只有太阳 太阳系的 一百三十万分之一 那太阳系够大了吧 哦 在这个虚空之中 一个银河系 大约有两千亿个太阳 哇 我们以为地球够大 结果是太阳系的其中一个小点点 哦 那太阳系很大 结果一个银河系 有两千亿个太阳 好 怎么想象啊 超越想象吧 那你以为只有一个银河系吗 又不是 多达几百万个 这个已经超越了科学能够印证的边 所以真的是浩瀚身广 只有佛陀可以说得出来 那从小来说 小我们佛教里头 经典里头讲的围城 说近代物理学家把物质分解成最小的单位 当然我们读书的年代 就原子啊 电子啊 宗子 现在还有什么 奈米啊 夸克啊 只有这些吗 不止的 不过科学只能到这里了 目前 那佛陀所说的围城 又比宗子这些更加细微 所以可能一两百年前 电子宗子已经 已经是最小了 但是佛陀说的 不止那样 还有个东西叫围城 那现在有奈米 奈米是围城吗 奈米里面还有夸克 更小 夸克是最小了吗 夸克就是围城吗 不是的 还有 很有意思 说 这个 佛陀所说的围城 又比宗子更加的细微 就像一根动物的毛很细 毛的尖端 用高倍显微镜放大来看 还可以发现更多小的成分 这种比一般观念所认识 还细微几万倍的情形 就称为围城 乃至现在科学家发现 原子的构造 我们有的时候画球 原子还有个轨迹 一粒圆圆的 原子 原子的构造 有99.99999 是空的 那表示还有了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所感知的事物 并不只是事物的本身 而是根据我们探索的方式 所呈现的样式 其中心事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真正的实相 它有它能量 所以我们互相 互相能够感知的是 不会相同的状态 很有意思 提供一个 今天我知道没有时间讲 一水事件 我们下一次呢 就从这个一水事件 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海这一段 我也不想念过去就好了 太有意思了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都觉得 包含我们 我们讲的很多的所谓 有些科学家 或者说哲学家 他们提出的 什么什么原理 什么什么效应 这些 蝴蝶效应好了 等等这些 很有意思 就我们先到这里了 我就埋下个伏笔 下一周 就从这里 一水事件 从这个能量海 我们继续一起来 学习一下 好 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